老子竟然说,世间万物都在不断的轮回,包括人也在轮回之中。 人们常说,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那人究竟要如何效法地,又要效法地的什么特质呢? 地又要如何效法天,又要效法天的什么特质呢? 人人都说效法,但谁又能说清到底效法什么呢? 大家好,欢迎来到俗说经典,我是素普。 在上一章,老子描述了太一虚实相间的状态,并且分享了自己见到的方法。 通过老子的口述,也使我们明白,道家修行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合道。 所以接下来,老子就要把这些规律进一步展开来,详细描述太一的作用, 以便大家后续能够将道体落实到天、地、人之中去。 因为老子讲道的本质最终还是要给人看,是要人去合道,去更好的修行。 有些人可能会说,我根本不修行,那道德经与我有什么用呢? 素普认为,与其说道德经是一本修道的书,道不如说是一本教人如何认识道并且合道的书。 当我们从中获得了智慧,懂得合道,顺应道的时候, 无论是面对行而上的修行,还是应付实打实的人生, 很多事情都能自然迎刃而解。 那么,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。 有物混沉,先天地深。 济稀辽稀,独立不改,周行不代,可以为天地母。 吾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,强为之名曰大。 大约是,是约远,远约返,古道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, 狱中有四大,而人处其一,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我们首先来看,有物混沉,先天地深。 济稀辽稀,独立不改,周行不代,可以为天地母。 老子说啊,有一种事物,从混沌中形成,它比天地的存在还要早。 这个事物,它寂静,辽阔,独立存在,并且永远不会改变。 周而复始的运行者,从来都不会停歇,可以说它就是天地之母。 那么,结合我们前面几章所解说的来看,老子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事物,究竟是什么呢? 很多人认为,老子在这里还是在讲道的特质。 但苏普开篇就说了,老子这一章要进一步展开来说了。 所以,苏普认为,老子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道,而是道体中的那个太一。 老子之所以要着重去讲太一,是因为搞清楚太一对人而言实在是非常重要。 因为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 一就是太一,是一切人类世界秩序的本源。 搞清楚太一,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 当然,不管大家之前有什么结论,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论证一下。 首先,老子说这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,也就是说创造了天地的天地之母。 这个很符合我们在第一章所讲的有名万物母,同时也符合第四章讲的太一, 是无极本体之下能创生万物的阳性能量,是有生万物的存在。 接下来,看这个有物混沉。 这个物字在这里很关键,因为我们在第五章介绍太一时讲过。 恍乎中有物,呼谎中有像。 所以太一是一种虚实相间的状态,而这个物和像是对立的存在。 像是虚空的万象,物是实有的万物。 那么,既然太一是一种虚实相间的状态, 那老子说有物混沉,既然用这个实有的物去形容, 说是太一不就说不过去了吗? 这就不得不提在第四章中我们解释过的另外一句话, 那就是, 素普当时说, 想看却微弱的看不见, 想听却稀疏的听不到, 想摸却隐蔽的摸不着。 但是,老子口中的这个太一是绝对真实存在的。 那么,老子在这里用有物混沉, 就是再度明确, 太一是实有的, 然而要明白老子的这个实有, 我们就先要明白从唯物的角度去思考, 万物是实有的, 而万象却是虚幻的, 但从唯心的角度去思考, 虚幻和实质只是它们不同的属性以及表达方式, 但无论是万象还是万物都是实有的, 例如,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物质是实有的客观事物, 通常是可感知的, 或者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, 但是随着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不断的深入, 我们又发现, 宇宙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感知的物质, 它似乎充斥在整个宇宙虚空之中, 我们不断试图证明它的存在, 并且为它命名为暗物质。 所以说, 当暗物质这个新名词诞生时, 原本的物质一词就已经不再单知那些客观实有, 且可以感知的存在了, 而老子早就感受到了这种非客观实有, 却真实存在的物质, 并试图在那个科学术语匮匮乏的年代, 把它向世人解释呈现出来, 素普也用很多科学名词和现象去解读道德经的初衷, 就是希望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话, 便于大家去理解体会, 我们古圣先贤的智慧。 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的玄学, 是真正的自然科学, 而绝非当今一些人口中那种一直空谈的玄学和迷信, 素普并不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二元对立, 正因为当代科学正在不断证实我们先祖的智慧所言非许。 所以, 素普在前面几章不止一次说, 老子用的每一个字, 其中暗含的深意都非常精妙准确, 字句中的关联性都值得去推敲, 而并非一些人所说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, 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探究理解深入, 就很难窥见道德经之超然智慧的全貌。 老子这种有物混成虚中有识的描述, 我们可以再度引用佛家的性相不二的观念去思考, 在相的角度皆为实有, 而在性的角度皆为虚无, 所以性相非一非意, 不落实有亦不落虚无。 这就和老子所讲的太一非常相似, 大家也可以各凭智慧去更深层的理解其关联性, 素普就不过多的延伸了。 老子接下来又说, 吾不知其名, 强字之曰道, 强为之名曰大。 在第二章中我们讲过, 在老子时代没有太字, 所以大字和太字含义混用, 而且当时大的发音也是太, 直到现在粤语中, 大依然是发太的音和太类似, 所以老子在这里说的强为之名曰大, 这个大指的就是太一。 这句话当中的吾不知其名很好理解, 在老子之前没有人试图具体描述这个事物, 所以他自然是没有名字的, 那么老子既然要说就要赋予他一个名字, 可后面老子为什么又说, 强字曰道, 强名曰大呢? 我们知道名和字都是称呼, 为什么一会说道一会说太一呢? 那这句话又能不能换成强名曰道, 强字曰大呢? 素普认为是不行的, 之所以素普一再强调, 老子用字有他的讲究, 这个讲究是他的思维格局, 同时也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语言规则, 首先强字曰道, 字在这里指的就是名字, 老子给这个事物起了个名字叫做道, 而后面这个强为之名曰大, 这其中的名并不是名称名字, 而是第一章中我们讲过的, 名可名非长名中, 代表描述和言说的那个意思, 前面我们不止一次说过, 太一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运动状态, 所以强字之曰道, 强为之名曰大, 就是说老子强行给他起名字叫做道, 强行描述这种不断变化的运动状态为太一, 其实老子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都已经介绍过太一的各种特质了, 所以这里也不会很难理解, 随后重点就来了, 老子接着又说大约是, 是约远, 远约返, 首先这里的大指的依旧是太一, 而是字在古语里, 其实是往复的意思, 我们看是字的写法, 是走子旁加一个折返的折, 非常直白是吧, 就是说走出去还能再折回来, 所以后来我们的先祖又把人死去说成是逝去, 为什么这么说呢, 因为去了还会再回来, 那大约是又是什么意思呢, 很明显就是说太一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, 对吧, 其实有时候老子也很有耐心啊, 你不理解大约是也没有关系, 来坐下来, 老子在给你层层递进的细说, 是约远的远就是越来越远, 而远约远的远就是说最后还会折返回来, 这就是直指太一能创生万物, 并且不断生灭之间循环往复的特性了, 随后老子又说, 古道大, 天大, 地大, 人亦大, 狱中有四大, 而人处其一, 很多版本用大来解释这段话, 就变成了道也很大, 天也很大, 如此云云, 那么在苏浦看来, 老子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, 那也真的就是废话了,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, 强为之明曰大, 老子在这章所说的大, 指的就是太一, 那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大字, 直接换成太来读呢, 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, 也就是说, 道天地人都像太一一样, 不断的循环往复生生灭灭, 在狱当中有四种往复生灭的循环, 而人就是其中之一, 这段话也就呼应了前面老子所说的, 大约是, 是约远, 远约返的这一种循环状态, 那么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, 欲中有四大, 这个欲要做何解释呢, 有人说欲是空间, 是宇宙之中的意思, 但在苏浦看来, 老子首先是个开悟的人, 一个开悟的人, 是不会单纯的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的, 更不会认为只有地球上才有一种叫人的生命在循环往复, 所以老子这个欲中其实是开悟者看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, 有点像三界六道, 但又绝对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三界六道,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说,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先粗浅的理解为形而上的地球之内, 道体所统一的环境, 也就是以人为基础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范围, 无论是虚空的还是时有的, 这一点很关键, 那么欲中有四大, 就是说道、天、地、人这四者都以这个范围为基础, 在不断轮回, 最后老子说, 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, 这其中的关键字就是法, 法通常被人们解释为学习效法, 很多读过道德经的人对这段话都非常熟悉, 经常随口就能引述出这段话, 那么我们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, 素普请大家思考一下, 人究竟要如何效法地, 又效法地的什么特质呢? 地又要如何效法天, 又效法天的什么特质呢? 人人都说效法, 但谁又能说清楚到底效法什么呢? 实际上, 法字在这里并不是学习效法的意思, 首先, 法字是水字旁, 必然与水有关系, 说文解字中说, 法行也平之如水, 也就是说, 法字所代表的是一种水准, 准则, 法则就像平静的水面, 是一种维持平衡的约束力, 即便放到现在, 我们的法也一样, 是维持平衡的约束力, 所以这里, 人法地, 地法天, 天法道, 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是说, 人被地的法则所约束, 地被天的法则所约束, 天被道的法则所约束, 而道法自然, 这个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, 而是说自信使然, 也就是说, 道的法则是一种自我约束, 是自信使然, 这也就说明了, 道是一切的终极, 没有比道更顶级的事物, 所以道既是一切秩序, 法则和平衡的起源, 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呢? 在五月春秋中有一句话叫, 因地制宜, 也就是说, 人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去构建不同的规则, 人的生存要吃喝, 人的吃喝全部来自于地, 所以地制约了人, 而地上的万物要生存, 还得看天的脸色, 所以天又制约了地, 至此就不得不说, 我们的古圣先贤究竟是多有智慧呢? 他们居然能让天地都为人所用, 并找到了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方法, 那就是二十四节气, 而二十四节气的本质, 就是顺应道法自然, 懂得顺应上层规则秩序才能生存, 而所谓逆天行道的真谛, 则是打破上层规则, 直面终极的大修行, 所以老子说, 有一种事物从混沌中形成, 它比天地的存在还要早, 这个事物它寂静辽阔, 独立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改变, 周而复时地运行着, 从来都不会停歇, 可以说它是天地之母,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, 只能强行给它冠以道这个名字, 并且强行把它不断运动变化的状态, 描述为太一, 这个太一不管走出去多远, 都能折返回来, 所以它的运动状态是循环往复的, 那么在道体所统一的环境之下, 道体自身也就是太一, 以及天地人都在不断地循环往复着, 在这种循环往复之中, 人被地的法则所约束, 地被天的法则所约束, 天被道的法则所约束, 而道法则是终极, 是自信使然, 这一章老子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东西, 也就是说道天地人都在太一的主宰之下, 不断轮回往复生灭, 而其中的秩序是以道天地人的顺序展开的, 所以才有了年复一年的四季交替, 有了随天气变换的二十四节气, 老子的道足以统一万物, 但同时运用在修行上, 仔细地去推敲一下,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玉中最深层的含义, 以及人仙地仙天仙之间的奥秘之处, 一日付来, 正一点以前, fale后天地人的那种方法解 dijo, 现在人工的方法解惧音乐优牙ентов下一个幻疗症, 我们也不 кат行为, 感谢观看